爱美子心 人皆有之 孕夫也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的手啊 也是代表人的第二张脸 如果手的皮肤不好 是不舒服的 在寒冷的季节里 人们的这个双手呢 往往会受到严寒的一种影响 会变怠 干燥或者菌裂 孕夫由于体内的激素的变化 双手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干燥 所以护手霜的应用 在孕夫来说来 是可以应用的 它可以改善手部皮肤的干燥现象 使手部的皮肤呢 更加细论滋润 对于孕夫是否是可以用护手霜 我刚才已经说过 是可以用的 它的答案是很明确的 孕夫冬天也是可以用的 平时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护手霜呢 它里面呢 分为它的成分不一样 可能是分为有天然的 也有些化学的 但对孕夫来说呢 我们更多的选择 天然性的这种护手霜会更有利 或者直接选用对孕夫专用的护手霜 或者婴儿类的护手霜也是可以的 保证在无斥肌的情况下 不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 才可以适合孕夫拥用 如果孕妈妈手部干燥的特别厉害的时候 大多的时候不仅仅是于护肤的问题 可能还是由于缺乏维生素啊 或者伪量元素啊 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孕妈妈呢 在护手的同时 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这样呢 在选择 同时选择 合适的护手霜会更好